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其实之前呢 不是我有听我们比较早之前的那几集 有聊一些中医的概念 其实那就是讲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些 中医的观念跟概念这样子 那可能大家不一定那么了解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想法概念就好了 那今天主要想要谈一谈是有关情质养生部分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情质养生呢 其实呢我们在中医的概念里面 我们会探讨到一个人之所以会生病 就是表示你不平衡 因为中医其实就是一个中庸医学 中庸医学嘛对不对 就是找到你身体的平衡点 然后找到身体的平衡点的话 就要你要先知道 我现在处于什么状态 那我才知道我要往哪边调整嘛 对不对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也不是每一个人一定都得怎样 所以你要第一步要先认识你自己 这个其实就跟身心的部分概念很像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你要先觉察你自己的状态 才有办法去改变跟 让自己归于平衡 那其实中医的概念还有非常多 我要天使啊 他对于什么时程要这么 所以事实养生嘛对不对 这个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探讨 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讲情智呢 那我们就来讲 疾病的诚意其实大方 就我个人知道的部分就是 在中医来讲就会讲到说 有关外阴嘛跟内阴嘛对不对 那外阴的部分其实我们就知道 大部分来分就是六邪 对不对 对我们叫风寒暑是灶火 这个有点像感冒啦 对就是外面来的东西 然后这叫外阴 然后内阴是什么 其实就是情智 我们叫内伤七情 内伤七情 怒喜思悲 有恐惊 对 一些情绪表情 你看哦 那大部分我们看 外跟内 他就这样分对不对 然后可是他又讲了一句话 有没有 正气 我要请朱医师帮我们讲 你只要讲说的是 我们讲说正习 正强 邪不可干 对就是说你的正气 你的 有点像简单来讲 免疫力很足够的话 就不会受到净病毒疾病的影响 对那所以我们刚刚三的这个东西 我们讲了这么多 来我们统整一下 造成疾病有分外阴跟内阴 还有一个叫不内外阴 不内外阴 对对 还有不内外阴 就是他可能你的生活习惯 或是你的 被狗咬啦 对对 这种跟你的那个没有关系的 这些没有关系的 那就 那这个我们就不列入套 因为这是比较 比较 意外啦 我们没办法掌握的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也包括饮食商 还有防饰商 我们说跟床地 跟你的男女朋友方便了 这个也会 所以就刚刚刚说 生活习惯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先来探讨 主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你看 外面的因素 然后还有这个 你的生活习惯因素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 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讲 内阴的部分 那内阴的部分 其实他也讲了 你正气主 邪不可干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你把你自己搞好 你不要去管外面的什么什么 这个其实我们这样概念 其实听起来没有错嘛 你的免疫系统要是好了 你管他什么病毒 你管他什么 他就是进不来 他就是没办法那个 所以其实最 而且中医的免疫系统概念 其实我之前就讲过 他不是像我们说 接触肉体才开始免疫 其实他就有一个胃气嘛 对不对 你从你的气场 就已经开始屏障了 所以这个气进不来 那个六邪邪气 根本就连靠近你都靠近不了 你的气要是那么长 所以我们都会发现说 有的人他要是状态很好的时候 身体状况很好 然后运势也比较好 都是一体的哦 身体状况好 精神有活力 神清气爽 然后运势也会比较好 身体也不太会生病 干嘛 都是一连串的 有没有发现 有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连串的 同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像你假如说 你把你的手 你要测定胃气 你就把你的手 放在玻璃上或镜子上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手指头旁边 会有一些水蒸气跑出来 或形成水蒸气 其实那个就是你的胃气 所以你的气就很强 所以有人会说 你的气强或气弱 这就会影响你的部分 那这个当然我们之后 有机会在探讨 但这个气个强弱 也会影响你会不会卡到 你会不会被人量沾染 所以为什么一直跟学生讲说 你们的自己的状况顾好 最重要 把你的气血跟能量的一个 稳定度都状态都弄好 什么样的东西都影响不了你 好 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其实重点就是来 那正气 你的只要正气比较够强 血会不可干嘛 对不对 它根本也赖你不了何 所以来 那我们这个正气 又是怎么样出现的 其实又是你自己的内情 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七情 对不对 内伤七情 内伤七情 对 那所以简单来讲 意思就是什么 你自己内伤的七情 你内伤的情绪 就是影响你的免疫力最大的 对那这就跟身心的概念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情绪会影响生理 这是我们大家现在就知道 可是你看在中医 以前就是这个概念 没有任何东西会影响你 只有你自己的情绪 就会造成你身体的好坏 在中医来看 其实在我们中医的五脏六腑里面 这种情绪跟你身体的状态 其实是息息相关 而且它也是一个双向 所谓的双向是指说 刚刚曹曹老师讲的 你自己假如说情绪 还是你身体没有处理好 你有可能就会让你自己的 抵抗力或免疫力不足 然后甚至会生病 但是反过来呢 有些人他们可能是长期在 生病的或住院的 他也许是肝病或肝癌 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情志上 就会比较容易会有怒 会容易生气 这个就也是反映出来 内伤的一个情绪 其实两边都会互相影响 就是它是一个循环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中医在看的话 就是要找病因 它的病因不是纯粹 只有内伤激情而已 对 它会去看说 你是因为你生病 然后造成你的脏腹 受到疾病 或反映出的情绪 还是因为你是因为环境 导致你的情绪 导致有你更进一步的 脏腹方面的损伤 对 那就要去看是哪一个 那我们就要对症下药 或者对症处理 对 所以请看 其实你看连环境 各个部分都要纳入这个部分 然后都会影响你的身体 影响你的情绪 然后甚至就是整个都会那个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探讨情质 你看 你的情绪 你的内在状况 其实就会影响你的健康 但你的健康会影响你的内在状况 但两个就是互相这样子 互相交互影响 所以很重要的东西 他们就是讲到七情 它会对应就是会造成你不同的影响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一下 那以中医的角度 因为我们今天就不讲能量体系的那个脉轮 或什么部分 之后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之后再特别讲一下 那有关中医的部分 七情的部分 那刚刚有讲了有七种 对不对 对 那它特别代表的是什么 然后对应的是什么东西 可以简单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或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什么 这样 好 我们刚才讲说 股脏的话叫做肝心脾肺肾 对 刚刚怒喜思悲忧恐惊 所以刚刚的怒 假如还有真的有在听 在线上 怒就是对肝 对 那那个喜呢 对我们的心 思思绿的思思考的思 对我们的是疲 然后忧跟悲 忧伤跟悲伤 这两个它都是对肺 孔跟筋就是筋孔 它都是对肾 所以就是简单连起来 所以它就有这些情绪的表达 跟情绪的反应 对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 木嘛 从木开始讲 木活土精水来讲 木就是肝 那肝的对应的情绪就是 怒 怒 好那这要怎么样去 比如说我们怎样去 让大家知道 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呢 比如说刚才举例 很简单的 你有肝病的患者 也许他表现出来 比较容易会有怒气 那有些人 他是本身就是怒怒 那其实我自己 也有学八字嘛 其实他就会比较像 有一些就比较偏 木属性的人 他真的就是 有的人 我们其实叫做本命病 他真的就会比较 个性上 就会比较容易发怒的 对 也许就要注意 他肝跟胆方面的疾病 对 或问题 那通常肝胆在中医里面 其实包括的是循环 对 循环系统 还有包括我们的免疫力过旺 所以他有可能 有的人就比较容易上火 所以容易生气到 脸红脖子出 对 或者有的人就是 生气以后 他反而是怯懦 他反而是 手脚会冰冷 然后反而动力就不足 也有 也有看到 所以他反映出来 他都是易怒 那就要看他的虚跟实 这种比较偏虚的 他有的人 他们就会很容易生气 但是他怕坏人 你比他凶 他就会再缩掉 因为他肝气 其实是虚弱的 因为没肚 没肚 因为肝跟胆是一起的 他们都是互为表里 肝跟胆 对 肝胆的部分 其实都会互相影响 所以就是 绿色他可能就是 互相影响 他可能这样子 不OK的 他可能就容易易怒 或是怎么样 那易怒的人 你的肝也容易出问题 所以如果要让你的肝好的话 其实就是 让自己保持心平气和 不要一直 其实心平气和 对所有的都OK 就是情绪局不要过单 他就是 不要常常生气 这件事情 那肝是属木 木是生发 我记得 就是在里面他有讲 对不对 在皇帝内 但我们 他其实他叫做 往四面八方 对 他不是只有往上 就是 他不是说生发 应该说 舒展 他就像一棵大树 对 我记得在皇帝内 你有想像一棵树 他需要往外生长 所以假如这种状况 假如真的容易 遇怒的 去练瑜伽 跟做伸展操 其实可能会有帮助 因为伸展 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的 都有帮助 只是说哪个动作 这样子而已 所以那这个部分 如果像我们都对照 他是那个 情治养生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对怒的部分 会对这个有关系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易怒 或是你什么 你肝有状况 通常也会易怒 所以这个就是 有关联性的 对 然后假如说 通常会这种易怒的 通常还有就是 他有包括 他可能有睡眠的问题 那这种睡眠状况是 可能会容易醒来 容易很浅眠 容易很夺梦的 这种可能就会 跟他的肝气 比较受阻 或者容易易怒 会有关系 而且肝不好的人 是不是也是我们讲的 跟你的睡眠 还有你的肝功能排毒 什么 其实都有关联性 对 还有长血功能 也会有差 对 那这个部分 还有包括女孩子 要特别注意肝 因为中医 女子以肝为先天 他跟他的月经 有关系 长血嘛 对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就女孩子 假如旌旗的时候 情绪就会比较不稳 所以都有关系 我会比较容易生气 对 所以这你看 都是有关联性的 对 那这个是有关木 对不对 然后木的部分 所以就是青色 然后青色 所以也可以吃一些 青色的东西 比如说绿豆 帮助你干解毒 什么之类 但是这不是直接 我们还是要看 就是如果有关这些东西 我们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跟一些 有些想法 大家会不会不太知道 原来这个系统是怎样 因为我们现在所一般主流的医学的东西 不会去谈到这个 那我们就分享一些不同的东西给大家知道 所以你自己的状况 还是会建议你们可以去有找中医师做一个调理 那如果要找朱医师的话也很欢迎 因为他下面我会有他的联络方式 然后大概是这样 然后那这样干呢 木 然后接下来就是火嘛 木生火 那火呢 对应的情质是什么 喜 喜 那这样怎么说呢 喜的话跟我们的心有关系 但是中医的心是主神明 神明就是你的神事 Mind的啦 我觉得英文我都跟学生讲说 那个叫做Mind 对身心灵的心 对Mind的心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对反正就是Mind 不是那个brain 不是那个头脑 然后他这个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其实他不单纯指着一颗心脏 对 我们说心足血脉 所以他等于就是血液 所以他是跟我们的身体的血有关系 对 那这个血我们在我们里面来讲的话 像医学会看你的血是不会有任何的细菌病 那个细菌在里面的 有的话叫做菌血症 所以我们这个血在中医来讲 叫做心就是我们的君主之关 那我们的这种国家里面的君主 假如受到危害 这国家也差不多要灭亡了 所以这个心其实很重要 那他跟洗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这种心气不足或心血虚 这都是中医的阵型 他一样会有贫血的问题 容易会有心肌胸闷 或情绪上面的问题 那这种反应出来 有时候他会特别的 比较多的就是洗开心的这种情绪 所以一直在开心的人他有问题吗 不是 一直在开心的人可能有问题 或者你假如说过度去太开心或狂洗 他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心方面的见证 那这种心是中医的概念 所以稍微比较抽象 那简单的假如说举例的话 有包括像有一个小孩子 他一出生 孝何何 大家抱他都很开心 都不会生亡 结果在中医师眼里来看 小心这小孩子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的问题 结果不其然 某一个小朋友他就是真的就是心间隔 他的房子间隔有缺损 所以他就是造成说他容易会有效这个 跟他的那个心脏结果 其实是有一些问乱或不正常 也会有一些连结 对对对 那可是那个应该说是过度啦 因为就我自己知道的部分 我知道说 好像其实每一个 怒死不生命永俊的每一个七情的部分 都会有状况 但是其实我发 我记得啦 不知道我没有记错 其实心的这个喜的部分 他其实如果是适当的部分 他其实是可以治愈很多的状况的 就是唯一有一个情志是 他是好的 他是好的 但是他基本上这个喜是好 就是我印象中 我好像有看到哪一个经典 他们有讲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也是像我自己的概念 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爱 心轮部分 爱的连结 爱就是 可是这个爱是大爱 不是那个小爱的部分 所以其实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过度 对 我们从来都讲 因为中医讲的都是中庸之道 任何一个 不要说忧孔 等一下我们讲到忧孔或怒 怒就已经是不好 其实不会对不对 不是哦 怒也是有必要的 对因为像我们 我们刚才讲说 它是需要平衡 所以我们这种喜 你当然要有适度的情绪表达 你该高兴的时候 要稍微高兴 那就要去平衡你其他的一些问题 包括像我们的 刚刚刚讲的怒 它那个怒和干气郁解 其实它某些程度上 你有时候没有表达出来这个情绪 但是你反映出来是什么 你在承受压力 对 那我们有压力 你才会成长 才会干气郁解 所以怒 它的意思就是你看 它要舒展 它就等于不是干气郁解 反而它会有一个向上的动力 对 但是它的压力 但是它如果没有事实的出发 或是去做事 或是表达出来 干嘛 就是比如说你怒了 但是你没有去做一个抒发 或是你会来凶 你就会不舒服 所以这个就会等于干气郁解 你的干就会有状况 所以其实都是要平衡 那你要去知道你自己的状态 所以它是需要抒发的 你有不开心什么 你要抒发出来 就像大树 你让它有地方去长 所以它的都是一个概念性 所以它们比较不会像是说 你是一定得怎样 但是你要去了解那样的概念 你就可以去应用它 那比如说这样子 所以七情五字不是说不好的 就是它就是会互相影响 那你只要让它获得一个平衡就好了 但是里面相对来讲 其实洗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状况 但是还是会有 就像我们刚刚说狂洗过头了 也是不好 对或者它可能先天心脏有问题 有可能造成它 这个人其实好像奇怪 怎么很爱笑 其实很爱笑有时候 听到人家感觉是好的 但也许它心脏功能方面 也许有些状况 或者也可能是抢眼欢笑 对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然后那有关这个部分 那所以洗伤心 那洗伤心是特别是有可能 我记得好像是有什么 狂洗啊伤到心 就刚才讲到这种见证 他也许他一笑 然后他也许心神比较容易涣散 他也许就没办法去集中 也许他现在老板交代他一个事情 他必须要去规划 就他一直都是处于这种状态 然后像别人笑我太吃颠这样子 他就没办法去正常去做他的该做的事情 而且会伤肺 洗吗 对不对会不会 洗比较先伤心 然后他会影响肺 我们其实刚才讲的这种情志 其实可以分两个地方来看 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 另外一个就是他跟其他的丈夫的交集 因为相声客的部分 对 所以我会想到他太过头 他是不是会火会行精 然后那个他的肺部会不会也有状况 其实他会先消散 所以他消散以后 其实也许没那么直接去行精 所以就可能他就是对 那大概是这样 好 那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有点比较深的探讨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反正简单来讲是过度洗也不好 任何东西都过度不好 但是他只会跟他有关联 但是如果你要你自己开心喜悦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那你的心啊气息也好啊 跟这心有关系的这一些东西 好请保持开心的情趣 这个是有帮助的 那他跟小肠互为标理 对对对对 心跟小肠毛记得没错 那所以他如果心不好的人 或心心不好的人 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知道小肠其实在中医来看 他除了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小肠之外 其实他有代表的是泌尿系统 所以他泌尿系统的话 也许就比较容易会有泌尿道发炎 等等的问题 还有包括尿结石 也许尿路的 或者血尿 这些都会有影响 对所以都是会有关联 所以这个用洗的部分 可以就是做一个调节这样子 好然后接下来呢 木火然后土啦 黄色的 刚刚我们说红色的 就是可以一些红色的食物 这是大范围 它不完全一致 我们只是简单讲 因为今天我们又要探讨 那个五色养生的部分 我们只要先讲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看到土 土是黄色的 黄色是皮 皮味然后互为标理 那这样子它的代表的那个 情字是什么 思 思虑的思 对 这种是我目前在诊所最常见到的情绪 现在人是想太多了 这个叫做纠结 叫做焦虑 好多人好纠结哦 对 那这种为什么说纠结或焦虑呢 所谓的焦虑跟忧郁不一样哦 焦虑它其实是叫做一直不肯放 它某些想法 执着哦 对 它就一直抓住 那针对一些它可能没办法解决 可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或者它一直在 还没发生 或者还没有发生 先紧张起来放的 这种都有 我现在想到那个吗 我们灵气无首的 就在今日 我不担心 哈哈哈哈 我不担心 好不好 就是各位有学过灵气的同学们 回去多年 就在今日我不担心 好不好 对 那我不生气 那个是肝的部分 就在今我不生气 那其实我后来跟学生会讲说 因为其实这个字体外话 我会跟他讲说 如果之后你慢慢的 因为我们要忠于原来的那个 然后之后你自己也可以 多补一句给自己 比如说 就在今日 我不生气 比如说我心情平和 不要有不跟生气 这个事 可是我们上次有尝试过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究竟主持人 他流传下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那个系统 这个其实他会有 他的源流传承跟加持在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 还是念原来 照原来的自念 念 对 但是你可以多加一句 比如说你可以多加一句 就在我不生气 就在今是我心情平和 就在今我不担心 就在今我对一切保有信任 我信念一切的安排 我信念宇宙安排 因为会担心的人 就是因为他对世界不信任 我觉得 他们很会这样 我不信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就会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拉回来 是思 就很容易担心 很容易想很多 然后想过去 想现在想未来 这个就会影响你的胃 脾胃 我们的脾 我们刚才讲的是脾 对不对 脾是我们的消化道的内分泌 跟外分泌系统 就是指我们的这些肠液 你们的消化酵素 还有包括它吸收等等的 对 那我们的肠胃系统又叫做腹脑 它其实有70%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 免疫系统在里面 所以它包括我们的免疫小调节 然后另外它里面的神经元 跟我们的大脑是一样的 但是却不受我们大脑控制 所以叫腹脑 对 所以我们的脾胃系统其实很特别 那你假如说纠结了情绪的人 也会往往会发现说 它的肚脐周围 它的腹部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气节 还是纠结点 假如真的有的话 建议你可以把它推松推开 说到这个的话我刚回想到说 就是你的胃是腹脑这个部分 那我们如果有学过麦伦的同学 因为我上课都会教 我们不是有讲第三麦伦 包括什么 你的行动决策力思想 那些行为规范什么 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这边 所以其实你看马上又对应到了 又是一样的东西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所以你看思考思索 所以才会讲到说 胃皮胃的部分会影响到你的思的部分 对 但是他的思 他这个思 他假如说跟我们的肝 刚刚一开始这种怒 他假如协调得很刚好的时候 其实他的胃气很强 他又不纠结 其实他是变成一个 是像你讲的 他决策力超强的人 就是一个很有领导风范的人 对 而且他可以不怕说 外面的环境很愿意去跟别人交谈 交际 然后甚至能够去处理跟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他没有完全一个 绝对的好坏 没有东西是绝对的好坏 这个其实是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你看喜本来说很好很好 可是你看过度也不好了 所以你看怒也不代表不好 你如果没有一点怒气 大家都会绝对好坏 对啊 开玩笑的 其实意思有这种概念 所以任何东西没有绝对好 不好 那思考你有一些思想思好 胃语筹谋当然是好的 但是过度了也是不好 然后这就会影响到你的脾胃 那影响到脾胃就会变成 茶不思 饭不想 没胃口 没胃口还减脑脏 对啊 你看有的人他不是说 我吃不下啦 我心情不好 我在想什么事 有没有 这种时候你就是会吃不下 对 所以这个是很直接的 这其实蛮常见的 蛮常见的 心情不好 而且现在人气脾胃很多问题 对不对 我们刚才也说 我们的脾胃 其实还阻我们的肌肉 跟我们的四肢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 其实大部分都是做着工作 然后在室内工作 然后运动时间其实稍微变少了 也不稍微 好像少很多 但是现在因为比较推畅运动风 所以大家好像要去健身房 或者去户外做走动 或骑脚踏车 对对对 这个是有帮助我们的脾胃系统的建立 其实他在 对于说 因为跟肌肉有关 对不对 肌肉骨骼 所以地上脉轮也是这样 对 脉轮系统也是这样 针对这一些 假如说 本来情志上面真的想太多的 可能真的希望他能够出去走走 或动一动 他就会比较有可能会转换一些念头 而且你有去动一动 你的注意力就不会一直在身体上 在头脑里面就会开始重到身体上 对 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发现在 在诊查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个人 这些人 脚脾胃有湿的这种问题的人 他们都比较飘 他们常常会把focus放在外面 所以他没有回到他自己的中心 对 没有关心自己的事 有的人会把它解释成没有爱自己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过度去关怀或者去focus在其他东西 他反而失去自己的人 这种人他也会一直停留在这种焦灼 焦虑 然后一直思考的状态 这个部分我如果那个脉轮系统 我假如来看我会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下三轮不OK的人 不是只有三 不是只有胃而已 不是皮胃而已 他应该下面那几个都不OK 所以他整个状况就是只有很飘 就是一直在想别的事 然后身边的事情都不顾 自己的生活也不顾 自己的身体也不顾 这种人 对因为我们脾胃的系统在中医来看 他其实包括了我们刚才讲的泌尿道 对 那是比较下面的 小肠对不对 小肠有些又连到那边 还有包括大肠 这个就是中医 他就比较像你讲的下三轮 对 所以都有关系 对 所以其实都有关系 那我们刚刚讲到 撕的部分就会影响这个部分 对 所以大家就是呢 撕虑呢 控制一下 你撕虑过多会影响你的财富吃饭 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不干嘛 也会影响你会思虑过多 或是甚至没办法思考 对 对不对 反而是没办法思考的 他会变成他就是 或者只是纯粹思考 但是他不行动 又没有行动 这个可能又要影响到下面其他的脉轮的部分 如果是以脉轮的部分来讲 好 然后这个部分呢 大家对于黄色的食物啊 这些东西其实是那个 而且其实大家讲 其实脾胃很重要 因为我跟朱医师聊天的过程中 他其实一直在强调脾胃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代人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脾胃 因为甚至 我知道甚至先天之本 脾胃是后天之本 对 那先天是你爸妈都已经给你了 你本身天生体质状况是这样 那你后天再不好好顾 就有先天不良 后天都失调 对 对不对 这个就不行 所以大家好好吃 非常的重要 对 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多的减重 或者很多种饮食的一些建议 所以大家其实五花八门 那常常真的就是 我觉得减重的话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所以他有些人 他们就比较不吃淀粉 或者他没有真的照三餐吃 其实我们的肠胃系统在运中 当然都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这个还是重要的 那之后呢 我相信减重的部分都有问题 大家也非常想要了解 然后周区医师又同时又是中医师 然后对于能量 就是这个状况的平衡 然后再加上他之前也是 营养师的执照 两个部分都有 那所以希望下次有机会 要是可以的话 我们再来聊聊 关减重的部分 跟你的养生怎么平衡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他为了减重 其实减得非常不健康 然后呢 甚至呢 只要一怎样他又富胖了 这个其实都是 不是我们乐见的 你要是能够长久持续的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是 撕的部分 就是你的脾胃的部分 对 OK 那养好脾胃 对一切才会都会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这个部分 我们讲了特别久 那黄色的食物 或什么食物 其实都可以 那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好 来 木火土 然后金 金 金 金是我们的忧伤 对对对 跟我们的悲伤 所以说忧跟悲 其实比较像 我们一听到忧悲 又想到肺 我就会想到那个林大玉 对 咳血 对 对 然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 哭到吐血 对 他应该是思虑过度 然后又影响到 他的肺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皮 其实是土 他会来生金 对 所以其实他应该是两个都有影响 他影响 他就想太多 就影响到他的肺 然后肺又在那边 对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可能会想很多之外 其实肺在脉轮系统 叫心轮的部分 心轮就是一个情感感受 他可能伤心的 心被伤到 然后就吐血了 有可能 就是这个不同的系统的讲法 但是其实我们会 就是现象是一样的 那我们如何去解决 他就会从不同的切入点去解决 这样 那心的部分 那这个是肺的部分 肺的优跟思 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敏感 肺是什么 刚刚讲 优悲 优悲啦 不是 思是刚刚那个 然后优悲 就是悲伤的部分 跟他有关系 所以如果太过悲伤 他的人他就会肺通常不太好 对他或者反应在肺上面 或者通常很多悲伤 那么久的 其实好像都古代看到比较多 现在好像比较少这样的例子 但是反而是说 比较多的是他也许有肺病 他就会看起来 惨惨不乐 所以他可能比如说 最简单就是感冒 对 我们感冒一开始进来 我们身体最表层 就是我们的这个肺 对 所以他会先进入我们的肺 或造成肺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次很敏感的新冠肺炎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种悲伤情绪 通常其实跟疾病 感冒疾病 可能比较直接哦 对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 可能有些状况啊 他跟我们的肾 等一下讲的肾 他也会有一些连带影响 因为在前后嘛 会最直接相生的部分 对 所以我们这个变成说 第一要解持有外感 第二就是要配合说 食物的一些调养 对 那调养的话 肺部的话 其实要多吃一些白色的 对白色的乳肺 白色食物 包括什么 润灶 白木耳 白木耳啊 山药啦 然后莲子的话 有点比较偏黄 还有偏黄豆啦 其实还有一个简单的白米饭 哦 它其实也都是白色 对 就是优肺 优肺的部分 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部分 然后像比如我刚刚想到的事情 你看哦 心跟肺它其实在两边 那如果在那个卖轮系统 都是归心轮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其实当然一部分是洗 一部分就是杯 你看又是有点像是有点相对的部分 然后洗跟杯 所以火行精嘛 它就是在中医就讲香克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杯 就是香的部分 那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 这顺序的那个肺炎部分 其实就跟你的爱有关 跟你的悲伤有关 跟你的这些有关 所以你让自己保持在愉快的状况 然后会比你保持在那个悠伤的状况 你会比较抵抗力比较好 像比如说我们就有凶陷啊 免疫系统 但是我们比较现在一学在讲的东西 那当然你的你就会比较有抵抗力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注意 所以不要过度去悲伤 不要让自己把 那最简单的好的方式 让自己快乐开心 你的状态就会好 那就可以抵挡这次的一些 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 整个全世界还遇到的状况 所以找到让令你开心的事物 其实这些东西 如果要讲起来都是可以讲到 很大很关联的 你的宇宙你的人生 这个是草草在分享身心灵 想要给大家知道概念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现象 跟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它的背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因 那你要探就到什么程度 你就可以从不同的程度去切入 甚至你就可以影响到那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只是从这个部分 你的身体健康状况 我们来看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去探就到后面 其实跟你的内在 你的情志 跟你的灵魂 跟你的灵魂使命 还有你这辈子 有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探讨这么多 我们拉回来 我们简单一点 就是讲到这个部分 好那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什么肺的部分 对曹大老师 刚才讲得很好 我很同意 然后其实我在看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他要多去把他的那个脾胃系统 建立起来 针对这个方面 他只要他的类似 刚刚讲到可能变成下三轮 跟我们的中医讲的脾胃 比较有关系 他只要他的下三轮够稳健 他的脾胃系统够好 他在消化吸收能力够强 他之后他的决策力 跟他面对事情的能力会提升 他也变成比较能够去养他的肺 更能够从根本去提升他的免疫力 因为土生菌嘛 对还有呢 他才是本源 我刚会想到一个概念 所以呢 如果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的人会干嘛呢 吃好吃的 所以去吃好吃的 也可以让你心情变好哦 对 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个杯了哦 所以呢 就是有道理的好不好 所以让大家适时的是 想用一些美食是好的 好 然后接下来是怒火土金 然后水 水是肾 肾是孔跟金 肾水 肾水大家都知道肾水 然后他主要是 如果金跟孔 就会影响到你的肾 对对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人吓人吓死人 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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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den 那個就是被嚇到 所以這個精代表什麼 精就代表外來的刺激 嚇到了你 所以這叫精 它會導致它的腎氣溫亂 那我們的腎叫做我們的生命之本 生命本源 對 所以你那個生命之本 生命之火不見了 你火花掉了 所以它有可能真的 有這樣的案例真的掛掉 我覺得好像有點像是 我們說的第一邁德的昆達林 因為那個腎的部分 它的那個比較像是 左火嘛 對對對 叫下部的部分 那個生命力活力 那我們中醫叫命門向火 對對對 其實是類似的概念啦 其實我跟你講 這大家都類似的概念這樣 那另外那個孔呢 孔它也是腎 可是孔是哪裡來的 自己發出來的 所以你會覺得很擔心 疫情的期間 大家出去看到 那個旁邊為什麼沒有戴口罩 你就嚇到了 嚇到了 結果它又朝你這邊 Touch了一聲 嚇死 然後還有一口鼻涕 就這樣噴到你的手 整個嚇死 這種就是孔 這是比較天孔 自己造成的 對 也許它都沒事 然後它也不是故意的 那但是你自己嚇自己 這個叫做孔 對 那我們假如說是腎方面的疾病的患者 這種腎怎麼比較偏老年人 啊 腎氣不足 然後腎水也不足 對 或者說我們正常的退化 然後我們的腎也開始走下坡 頭髮就變白 變白 然後骨頭沒力 腳沒力 然後第一脉輪 變發熱 對 等等的 那這一方面的腎的一些情況出現 腰酸被動 對 這個都有可能喔 嗯 那它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會想東想西 或害怕東害怕西 對 會造成這種情緒 甚至很容易被驚嚇 對 就怕怕啦 所以就很容易驚嚇 然後很容易怕東怕西的 或幹嘛之類的 這些其實就是你的腎 可能也有狀況 互相喔 你腎不好 你就會容易這樣 你容易這樣 就是表示你會影響到你的腎不好 所以就會一直循環下去 然後水又會影響別的喔 水生木 啊等一下又影響你的肝 啊肝又影響那個 我們說以鬼同源就是肝腎同源 所以它應該 你假如說有這種情況 你可能也變得很容易暴怒 對 所以就是大概會是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大家就是可以就可以食用有關 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 黑豆嘛 黑豆 或者說你上次講過的黑糯米 黑糯米這些東西都是有幫助你的 你看五形五色 對於你的五種情緒 七情啦 七情五制啦對不對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有關聯的 那今天其實很簡單的 粗淺的跟大家講了一下 其實這樣的東西其實蠻驚訝的了 對 大家可以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是怎麼樣個性的人 那有可能我身體 為什麼會出這樣的狀況 可能跟我的個性有關 那就是像我們剛剛講 我剛剛也是在過程中 也分別分享它跟脈輪之間的對應 所以如果你是對脈輪比較熟的 你也可以把它納入己用 這些東西 那從飲食上面 從各個東西上面 其實我們都可以找到 各種調整方式 我覺得這個就是身心靈 或是這些 各種的自然療法 或者給我們的 就是你會發現 因為造成事件的成因 不是只有一個 那也相對的就是 能夠協助你改變這個狀況的方法 也就不只一個 你就可以找很多的方式 去協助你去平衡 所以你的路會非常多 才不會讓我們常常覺得說 我好像無路可走 我好像只能這樣子 我無計可施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有很多的方式 是我們可以去著手 去協助自己的 對 好那今天其實講到那麼多 就是照顧好自己非常的重要 照顧好你的情緒 照顧好你自己的內在 你自己的小宇宙 其實你就可以 好好的活在這世界上 你的身體健康 你的身體狀況 都很OK 你也不用那麼的懼怕 那些所謂的外在的致病因素 一切都死於你的心 是 這個還是我最後要講的 好今天謝謝朱醫師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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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節目內容 身心靈療癒 想了解更多 歡迎到臉書粉絲頁 西河木音 身心靈療癒工作室 與我們聯繫 節目資訊欄 有相關連結 謝謝你的收聽 拜拜